內地跨境時尚服飾電商平台SHIN 正尋求在倫敦上市 並且向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提交招股說明書 由於SHIN估值可能達到500億英鎊 相當於4980億港元 如果SHIN成功在倫敦上市 可能成為倫敦證交所 歷史上第二大的IPO SHIN近年在海外成績非然 根據ECDB網站數據 美國三大線上時尚服飾零售商之中 排名首兩位的沃爾瑪和亞馬遜 2023年時尚服飾收入 分別達到123億美元和89億美元 緊隨其後的SHIN 就憑著多元化和高性價比的時尚服飾和服務 在去年的相關收入也有81億美元 與亞馬遜相距不遠 而根據PiPiSander的調查顯示 SHIN是美國年輕人 最受歡迎的購物網站第二位 和美國年輕人最受歡迎的服裝品牌第四位 反映SHIN在美國的影響力 雖然SHIN在美國做得有聲有色 但是赴美上市的計劃遇到美國監管機構 和當地議員的阻撓 同時中證監據報也不建議SHIN到美國IPO 導致SHIN被迫轉戰英國 不過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 和在野工黨都對SHIN上市持審慎態度 而且英國將會在7月4日舉行大選 國會即將解散 以未現屆國會可能來不及審查SHIN的上市計劃 所以有聲音指 應該暫停處理SHIN的上市申請 不知道這次SHIN能否成功在英闖關呢?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